它這麼多芽 我聽說還有一種東西叫薑母 薑母 薑母 就是老薑母 沒有 薑母 老薑 中薑可能都不一樣 不可能 不可能 不過真的這是看到老薑 就這個 我拿那個煮黑糖就差不多這樣 是 所以我現在想到這個 我就想到我們可愛的洛師傅 應該要請他來幫我們解釋一下 他今天不來 老可能不來 你好 不是 我剛剛有聽過一些 對 這個是什麼 老薑 這純粹是老薑 薑母是什麼意思 薑母它本身就是 那種什麼 比較小顆的 比老薑再隔年的薑 更老 更老的 就是比較小顆的 它本身放差不多幾年了 對 所以不是有一個講說什麼 冬天吃 蘿蔔 夏天吃薑 吃薑 吃薑 不勞醫師開藥荒 對 來押韻 對 那應該反過來才對吧 冬天怎麼可能會是夏天來吃薑 會熱死 薑的產就是夏天 對 真的嗎 真的 溫師傅看起來年輕 但是姿勢還很煙薄 對 對 都要煎薑 夏天吃薑的話 其實是為什麼會 要夏天吃薑 會比較好 它是這樣就是 其實我們夏天 是天氣的主要就是要發汗 那有些人 因為現在我們這個冷氣很盛行 大家就是都在吹冷氣 結果造成怎樣 內熱外濕 因為你冷氣吹到外頭 它汗出不來 對 所以憋在身體裡面 對 這種人到冬天就會生病 是 所以這時候如果薑吃下去以後 薑很奇怪就長在夏天 它就把裡頭的寒氣逼出來 血液循環 所以夏天如果吃了薑呢 對 原來是這樣喔 所以讓我們這種薑 我們可以做什麼 這算老薑嘛 我們今天要做的是什麼薑 沒有 其實老薑 我們今天會看到 這是嫩薑 那這吃起來的話會比較就是比較嫩 那它的纖維也會比較細 是 那這個顏色有沒有 有一點黃黃的 這個叫老薑 這個叫中薑 中薑 對 中薑的時候就是它的那個時間 又慢慢的已經生長到中薑 然後老薑的話 那繼續化 那其實有的人講說品種不一樣 是 所以有時候它品種就是 中嫩薑的就中嫩薑 老薑的就中老薑 然後中久一點就是老薑 所以我們現在今天是要用 來做一道菜 對 我們可以用薑薑薑來做什麼菜呢 我們就用 薑燒豬肉 用薑來燒豬肉對不對 對 薑燒豬肉 當時有薑我就不知道 我看不出來薑在哪裡 沒有 它就薑燒豬肉 去我的那個 好 那我們現在就請 來 薑燒豬肉 來 來 來 我們這個薑的部分 它要吃兩個胃型 這個嫩薑呢 我們把它切成薄片 然後把它做一個切絲的一個動作 所以你今天的薑是指用嫩薑嗎 嫩薑 當然老薑要磨成泥 因為老薑的一個胃型比較刺激 所以你用嫩薑跟老薑一起就對了 對 不是 我的感覺它是用嫩薑當口感 對 然後老薑吃味道 當味道 厲害喔 對 它增加它那個層次 對 有時候我們在烹調的時候 肉類讓它有層次的話 它吃起來的質感會比較好 厲害 而且我覺得這個薑燒豬肉 我個人覺得好 為什麼呢 第一就是夏天要吃薑這第一個 第二個是 這個薑可以去這個豬肉的腥味 對 對 那我們這個皮 因為我們在做這一道菜的時候 薑燒豬肉 它的這個皮要把它去除掉 如果做這個麻油的話就不要去 對 對 沒錯 冬天的薑母鴨 或者是什麼麻油雞 對 那個就不要去 如果要放薑的話 就是要放不去皮的老薑 對 不去皮的老薑 聽說老薑是最好的 它比較 它熱度比較夠 就是你皮如果不拿走 因為它皮的 皮跟肉的交接點裡面 它的那個薑辣素最多 而且它的這個薑 從嫩薑到中薑到老薑 它越老的話 那個薑辣素就越多 對 它就越辣 所以你會發現說 你吃嫩薑沒那麼辣 但是吃老薑就很辣 是 所以你看就是說 它現在利用老薑磨成泥 就是要取它的薑辣素 是 可是它磨成泥之後 你就沒有口感 所以它又把嫩薑切成 濕透的口感 對 聞一下這個 這非常棒 好好聞喔 原來薑的 有啊 有聞啊 對 有 不是跟你吃照片 有 不是啦 那個薑辣素 它是想說叫你學一點 對 你的甘情好 對 好 來 這個豬肉 我們就簡單的 不要放油 下去煎 藉著它本身的油脂下去煎 這個會帶有一種種肉香 肉香 那我們把它煎成 有一點點的恰恰的感覺 對 因為肉類啊 它煎過的時候 它的那個油脂肪那個地方 會比較有彈性 對 你那個是梅花肉的嗎 對 一般 不是梅花肉 就一般的五花肉片 五花肉 五花肉片 對 好 來 這個好了之後啊 我們把我們的那個 醬油 醬油 來一點 一大匙 嗆一下 我們的衛林 兩大匙 來一下 對 來一下 然後酒 米酒 兩大匙 來一下 來一下 好 這時候稍微燒一下囉 薑跟洋蔥 哇 然後這時候燒到那個味道起來之後 來 我們讓它有這個整個的 洋蔥 全薑 南薑 給它放下去 對 放下去很稀 真的喔 洋蔥跟薑都是好的東西 對 然後下去有那個口感 對 那當然啊 一定要有那個味道的一個 體重的一個手法 好 來 你的強項擺盤 真的喔 溫師傅強項是反常的 對啊 擺盤很會擺 這個炒好了之後好嗎 我們的老薑 老薑 下去 哇 這味道更厲害 對 這老薑真的很棒 我們把它炒一下 要記得喔 老薑下去之後 你不要直接把它炒 炒到會堅氣 沒有在這裡 炒一下 聞到老薑的味道的時候 就要起來 你把它炒起來 你把它炒下去 它的味道就會跑掉 沒有 你營養素就整個都沖滴了 了解了解 所以就這樣就好了 我們現在把火關掉了 關掉了 好 我們放點胡椒粉 對 放點胡椒粉 我們擺盤 OK 我們就可以放了 真的嗎 來 我們看看 這真的原汁原味 所以有時候我們煮牛醬 這有點像 像香氣炒大廠 對 薑汁炒大廠的味道 可是它這個 不像一般我們講的那個酸劑 它是有那個薑的那個 重的那個味道 那什麼人不適合吃薑呢 他是這樣 就是因為他有活血 所以如果 每個人都想要活血 是 對 但是如果你在生理期的時候 或者孕婦 這個吃薑要稍微控制你 等一下 生理期不是說叫我們要吃薑 泡黑糖水嗎 不是 正在出血的時候 不要吃那麼多 你可以吃黑糖水 但是不一定要吃那麼多薑 真的喔 那我們真的都錯了耶 不是 它因為有活血 它在活血 它怕你太 對 怕你太出太多血 但是如果說你是沒有出很多血 就正常吃 不要吃太多了 是 那孕婦也是嗎 孕婦也一樣 也是怕它會出血 是 然後另外薑本身因為它會 行血會讓你稍微有點 血液循環會發汗 對 活絡一點點 對 所以你如果 沒有說是本身是失眠 睡前就不能吃太多薑 太亢奮了 對 它會睡不著 原來薑其實看起來很簡單 其實說真的 有時候要做還真難 我是覺得它做得非常好 非常好 尤其是它那一招我覺得 健康也都有 沒有 我覺得它那招很記得 就是它那個老薑的汁 在它已經都好了之後 它才淋上去 就全部都在裡面 對 然後它馬上收鍋 對 就它讓薑黃素還有薑油 沒有把它燒掉 沒有把它Evapor 就是沒有把它蒸發掉 真的這個味道超棒的 對 以後我炒薑絲大腸就抹這樣 一點點薑抹 我跟你講 就提那個香味 我覺得 讓大家能夠吃起來的時候 那個薑香氣特別緊 就有薑絲大腸的味道 對 它的師傅教得好 對 也是你師傅 他師傅也是你師傅 對 你是他的師兄 對 我是他的那個 皮皮包的 皮皮包的 你亂講 趕快跟師傅說 叫什麼名字 薑燒豬肉完成 拜拜